这种方法呢 就是你不用直接放码码 看 看这四个脚 这边是662 654 反正这四个脚 哪个脚最低就错哪一个脚哪一个 脚的那个脚叉就错一下 这下面因为传感器有四个脚可以错吗 哪个脚最低就错 这个四个脚 哪个哪一个脚的那个传感器就错这一面 就可以了 然后错完错完之后 然后再看 再看这个传感器 再看这个四个脚 n 去p 等他临位 然后再看这个四个脚 在这四个脚的数值再对比一下 哪个脚最低 就错哪一个脚 就这样子 直到他错到他四个数值差不多都就是差不多就可以了 那一个一个四七四啊 这四个脚都差不多了 470 差不多 如果就这个四个脚的误差就差不多了 就说明这个脚它就错好了就可以了